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8日 新型冠狀病毒 很多事情是人類仍未可知的 但是在可見的將來 很多地方都認識到了 其實這個病毒與人類共存 應該是難以改變的現實 不少地方已經陸續放寬 甚至取消一些防疫的限制 特別是一些入境人士要入住 指定酒店的規定 儘量恢復正常生活 一些地方可以開放 外邊又來到 自己可以出去 香港和內地的防疫動態清零的策略是滾綁的 初期要求入境人士14天檢疫 隨著內地放寬減減到7天 但是長期的旅遊限制 嚴重影響香港的經濟 旅遊 商業往來 以至於一些香港人 回香港或者去外邊 探親人 探子女等等的一些活動 香港就標榜一個國際城市 但是這個7天酒店的檢疫 到現在還在走 變成一些好像少將 許冠雲這樣說 笑著哭的國際笑話 商界金融等等界別的人士 幾個月前已經忍不住 狠批政府 警告防疫抗疫等等的一些不合理措施 其實是趕客的 一些外地專業人士 特別是金融那些 就已經算了 離開香港 有些去了新加坡 但是也有一些外籍人士 可能年輕二十多歲的時候 離開香港發展 留在香港十年八年 二十幾三十年都有 有自己的家 過去兩年 香港就經歷了很多政治上的一些震盪 疫情就變成了 所謂落陀背上最後的一根草 最後就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觸發了 都是要走了 其中一個 就在香港住了二十八年 南華早報的一個資深編輯 叫做Cliff Bottle 都是我自己的舊同事 他在星期六的南華早報的專欄 說已經離開香港了 回到英國 原因是跟很多離開香港的人很相似 包括一些他覺得很嚴厲的防疫措施 政治因素等等 但是他一直都會懷念著香港 還有一句結尾的時候 就說在這裡有很多珍貴的回憶 但是這些回憶 大部分都是屬於一個已經圓結的時代 圓結的時代 Cliff Bottle 就是藍組負責特別項目的一個策劃編輯 也曾經處任過總編輯 也曾經擔任過外國記者會 FCC的董事會成員 Cliff Bottle 的故事 跟不少長期在香港的外界人士相似 實際上一些想法 一些心聲 也跟很多離開香港的人相似 他的篇文在藍組的網站 也引起了很多網民的回應 國際社會不少人 其實仍然都不能選擇 透過《南華早報》了解香港 李格超又說要說好香港故事 我相信一些國際社會外籍人士看到一個在香港 居住了近30年 基本上都葬了香港半個家的外籍、英籍人士 說回他的經歷 最後決定離開香港 還會否考慮離開香港呢 政府一直相信 所謂的那句說話有射自然向 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靠著內地 所以都是這樣的想法 要搞定內地通關就列為首要任務 比同世界接軌就優先 但是現在已經過了兩年多了 內地的疫情就還沒有結束 香港的第五波就交著 短期其實都難忘跟內地通關 所以你看看過去一個多月 其實香港政府就已經開始改定口風 較為少說了 所謂跟內地通關 會縮短7天的酒店檢疫 放出來的風基本上是5加2 即是5日酒店兩日家居 或者所謂的一些醫學監察 或者是4加3 今天就最終都出來宣佈了 李家超出來宣佈 就說是3加4 就3天就是酒店 其實這些就是所謂期望管理 製造一個比預期更寬的一些觀感 你見到那個即時反應也是 因為你期望說到5加4 最後是3 就給個機會了 建制政黨黨派就出來說 就是邀功了 自己提了什麼提了什麼 最後政府就回應了 實際上就是一個假象 回應這個原因是很簡單的 假如沒有實際防疫抗疫作用的話 即是所謂一天的酒店檢疫 或者一些家居醫學監察都嚴重 院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記者會 引述一些個案分析 就說有4%底港的旅客確診 這個風險就說 跟本地水平相約 甚至比一些密切接觸者 檢疫期間確診的比率更低 就說因此要維持7天的檢疫期 就不符合成本效益 不理香港連接國際 第五波爆發了都好幾個月了 每一天其實我們都看到一些確診數字 兩組數字很清楚 如果超過九成的個案 源頭是社區 少於10% 就是所謂的外面輸入 盧寵茂自己也承認了 外來輸入 和本地感染的風險相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求入境者 即是有些額外的酒店檢疫 家居等等 有什麼理據呢 這個是不是跟內地仍然要求 一些入境人士 完成所謂7加3的檢疫有關呢 李九超就說要尊重內地7加3的檢疫 他的說法就令人覺得有些莫名奇妙 因為內地有自己的檢疫規定 你任何要入境的需要遵守 沒有什麼所謂尊重不尊重 你尊重也好 不尊重也好 你想去內地就要遵守 這個是不是合理有需要 我相信內地當局都已經聽到很多的回應 他自行可以判斷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下 香港就接連內地 邊界是連著的 但是又不代表兩地人民就可以自由出入 不是好像廣東去廣西 或者某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這樣 自由出入 香港那個出入境的事務就自己管理 防疫政策也是自己制定 內地、外地進來香港的要按香港的要求 反過來你香港人去內地也要按他們的要求 香港的官員就一直這樣說 兩地的社會制度不同的 那些防疫策略措施也自然有不同 包括那些所謂的全民檢測 但是官員一直以政治捆綁了香港的防疫措施 往往糾纏了在跟內地先通關 還是跟外地先通關 我會覺得是一個危議題來的 哪裏有條件 即是通先就通哪裏 其實不應該有什麼政治的事情 近來政府都開始接受現實了 都開始說先放寬外地入境的檢疫 但是現在這個4加3呢 仍然是遠遠不足 仍然有4加3 因為剛才說到其實應該是0 所以其實更加根本的改變 就是要跟內地的防疫的做法要脫勾 其實也要採取一些最有利的香港連接國際的措施 發揮了香港的獨特作用 這個不是更加符合一國兩制的原意嗎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請大家繼續支持這個平台 拜拜